在地面之上掏出大量的地坑孔洞 谁敢相信宝姐竟然靠着地洞搞养殖 最后实现了大丰收 之前山下的水稻收获时 处理起来只需要将稻谷割了 最后再利用机器将骨子打下来晾晒即可 那么为何这一次山上的汉稻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呢 本期宝姐不仅是收获了汉稻 而且养肥了的大肥猪 那也是到了出手的时候 可以说是真是收获的季节 前些日子 宝姐那是给了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机会 亲自捕捉了大量的牛蛙 最终可以说是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这让她更加坚定地继续搞起了养殖事业 新的一匹鸭子也是在她的养殖下长势极佳 估计再有一个多不到两月的时间 便能出手了 至于养殖的母鸡也是各个肥数 而且下的鸡蛋数量还不少 不过就是这些家伙下的鸡蛋 全都在鸡卷的下方 让捡鸡蛋的宝姐很是难受 因此宝姐也是打算专门给母鸡做个下蛋的窝 说干就干 将鸡蛋捡完之后 宝姐便来到了菜地边上 利用手中的凿子对着地面开凿了起来 宝姐开凿的地坑不大 是直径在35厘米左右的圆形地坑 深度的话也是不需要太过深 一番挖掘之后 大概有着30厘米的样子 足够一只母鸡在里面待上的 当然 母鸡的数量可是不少 宝姐自然是不可能就挖出一个坑洞就行了 另外坑洞也不能靠得太近 间距上有个小一米的样子即可 宝姐挖掘坑洞的位置虽然是在菜地边上 但是这是一处斜坡 倒也不影响下方菜地种菜 斜坡之上的泥土本就是原来清理菜园堆积出来的 因此泥土的硬度一般 加上凿子较为锋利 这也让宝姐挖掘起来那是得心应手 地坑的数量也是很快地增加了起来 随着最后一个地坑挖掘完毕 宝姐将里面的泥土掏出来之后 一共9个地坑便挖好了 母鸡蟹轮流进去下蛋也是够了的 当然 为了应对烈日的暴晒 宝姐还拿来了竹子和防晒材料 接着在坑洞下端开挖 挖出立柱的坑 最后将竹子柱子装入坑洞 并且夯实 这样的立柱一共需要两根 因此挖掘的地坑也是两个 在将两根立柱都立起来之后 宝姐便将防晒的两端 分别绑扎在了两根立柱之上 至于另外两端的话 只需要向后拉扯 罩住下方的9个地坑 最后再利用木棍将其固定在地面之上即可 如此一来整个防晒装置便算是彻底的布置完毕 看起来效果很是不错 下过蛋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母鸡下蛋时 窝里面要是有稻草的话 宝姐还拿来了不少的稻草 将其一一地布置在了地坑之中 至于这些稻草为啥看起来还比较新 依旧可以看出青色 那是因为宝姐前些天收获到了不少的高山汗头 后面再给大家单独说 担心母鸡一时间改变不了习惯 为了吸引母鸡进入坑内下蛋 宝姐还特意地在坑内放置了一些鸡蛋 果然 效果是很不错的 很快就有鸡前来查看 再过一会之后 好家伙 整个鸡窝里面那是都被母鸡给占领了 看样子一个个的一脸享受的模样 十分的惬意 而宝姐也是等了一周多的时间 这才过来收取鸡蛋 这一看可是惊喜得很 一共20多只下蛋的母鸡 轮流进入坑内下蛋 一周的时间几乎每一个坑内都有着十多颗的鸡蛋 这可是让宝姐无比的开心 开始慢慢地捡起了鸡蛋来 这些鸡蛋可不是现代化 饲料喂养的蛋机下的鸡蛋能比的 用通俗的话说 这可是柴鸡蛋 估计要比饲料鸡蛋贵上两三倍去了 最终宝姐足足地捡了两小矿的鸡蛋 加上之前的鸡蛋 数量可是不少 估计都快有小两百个去了 吃宝姐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为此 宝姐拿来了被笼 在里面一层稻谷壳一层鸡蛋的铺设起来 毕竟去镇上出手鸡蛋 路途遥远 有着稻谷壳作为填充和缓充材料 鸡蛋才不会出现破坏的情况 将所有的鸡蛋装贝罗之后 接着宝姐便背起了贝罗 向着镇上出发了 这一路走来可是花费了宝姐不少的时间和力气 来到镇上之后时间还算是合适 在十点左右的样子 正是买菜做饭的时间 宝姐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接着便先开始将鸡蛋装入到矿内准备出售 这才拿出来一部分时 便有不少的人开始询问价格 一听到价格一些人那是直接退走 但是更多的人却是立马就要了不少 毕竟柴鸡蛋的营养可是要高得多 懂得人那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现如今未养纯粮食加放养长大的柴鸡太少了 柴鸡蛋就更少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柴鸡蛋可以说是大受欢迎 贝罗里鸡蛋数量那是快速地下降起来 最终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宝姐便将所有的柴鸡蛋出售一空 完事后 顺便看了看周围的东西之后 宝姐便向着家园返回而去 之前说到宝姐的高山旱道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稻谷也分水稻和旱道吧 水稻在结出稻碎并开始饱满之前 基本上稻田都是离不开水的 但是高山之上比不了山下的稻田 缺水的时间比较长 在这里种植水稻的话 最终收获会很差 而旱道的耐旱能力可就要比水稻强多了 适合种植在这种田地之中 缺点就是旱道产量比水稻低不少 采收的时候也用不了收割机 需要像是宝姐和她的小姐妹这般的 利用手直接将稻碎采摘下来 并且一把把地捆绑好 那时候可用镰刀直接割断稻碎 但是当地人的传统方法 是用手刀一根一根的割断稻碎 就像是宝姐她们这样的操作 这般的操作下 采收到的稻碎干净整洁 握干的长度基本上一致 由于山路之上打鼓机无法上来 后续将稻鼓背下山的话 重量和体积上要比镰刀直接割得小很多 看看这一把把整理好的稻碎 看起来那真是赏心悦目的感觉 搜集到一定数量的稻碎之后 接下来便是将它们放在被篓之中 以便于后续背着回去 为了提高效率 放置稻碎也是讲究方法的 像是宝姐这般的放置 一被篓可是能够放下好几十把的稻碎 看看这帽间的模样就知道了 当然 其重量可是不轻 想要依靠自己直接在平地上 是很难背着起来的 需要小姐妹搭把手将其踢起来才行 背着一被篓的稻碎 宝姐肩上越是沉甸甸 她的心里就越发的高兴 虽然累 但是这可是丰收的喜悦 沉甸甸的喜悦啊 旱到收取方式就决定了 这个时候的稻谷还未彻底干 因为太干的话 采集稻碎时稻谷就会脱落 那会损失不少的粮食 为此 将稻碎背回家之后 还需要将其进行晾晒才行 晾晒的方式也很简单 只需将稻谷挂在竹竿之上即可 金黄金黄的稻碎整齐地挂着 看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漂亮啊 待到几日之后 等到稻碎晾干后 这个时候虽然那还有一些水分 但是已经可以将为轻松地将稻谷脱离下来 宝姐便拿来了老师的手动打鼓机 利用脚踩下方的踏板 便能带动布满着铁丝的转轮快速旋转 这样便会击打与转轮接触的稻碎 将上面的稻谷给打下来 而打鼓机前端则是有着一张塑料骨 能够防止大量的鼓物飞出去 这样的活计对于宝姐来说 那可谓是驾轻就熟 毕竟每一年都要进行一地汗道收火 所有操作的方法那自然是了然于心 在将稻碎一一地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清理稻谷了 将稻谷之中的一些稻草去除掉之后 剩下的便是颗粒分明的汗道稻谷了 可以看得出来 汗道稻谷的长度要比普通水稻略长一些 也要细一些 将所有的稻谷收拾完毕之后 接着宝姐便装了一大口袋的稻谷 将其装入到被篓之中 准备去打这一季的第一代汗道稻米 将稻谷表面稻壳去除 里面便是稻米了 这样的器械宝姐家中可是没有 整个村落里面也是只有两家有 这里不仅是有打米机器 也有着打面滴机器 这是这些人生存的活节 随着稻谷进入到机器之中 很快的 伴随着嗡嗡之声 出口处便出现了大量的汗道稻米 看起来有些均匀剔透的感觉 很是漂亮 而且还有则会浓郁的稻米之香 至于另外一个出口处 出来的便是米汤了 米汤也是不能不要的 加上玉米面搅拌后 便是宝姐喂养家禽的好东西 72%到82%之间 汗道相对是低的一变 基本上是75%的样子 也就是100斤稻谷能够出75斤稻米 以及23斤的米汤 为什么会有2斤的茶 那是因为有损耗 低茶的汗道稻米 那自然是稀缺火 其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加之宝姐的汗道种植只采用农家粉 没有一点的现代化农药 因此可以说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稻米 这刚来到市场之上 不少的人都是老不可 往年可是吃过宝姐的稻米 今年早就等着他们 一个个的那是直接围了上来 开始撑去宝姐的汗道稻米 本来宝姐的稻米就不多 毕竟一袋稻谷大概70多斤的样子 得到的稻米也就是50斤出头 而前来称重的 基本上都是四五斤的药 仅仅是十几个人 便将宝姐的稻米给要玩了 后面来了一大堆人 那也只能是看看了 最终收获满满的宝姐将所有的稻米出手后 便美滋滋地开始回家了 这些日子里看视频的大家那是觉得没几天 但是实际的时间确实流逝得很快 宝姐门前利用竹筒打招的小花园菜园 此时也是到了蔬菜枯黄的时候 为此宝姐那是将所有的架子和老蔬菜根须等 一一地拔除出来 接着又将地面之上的杂草好好地清理了一番 一来是美观 二来是后续种植其他东西也方便 至于竹筒部分 宝姐可是立马就搞起了种植 在里面补充了不少的种植泥土之后 便将一颗颗的蔬菜给栽到了里面 看起来可以说是很有感觉 相当的漂亮啊 不过这个时候 可是来了一个小伙子 看得宝姐的心头大热 因为她是等了对方好几天了 别想歪了 这小伙可是收猪儿的 宝姐接下来可是要出手长肥了的肥猪啊